Hello 各位bossmai 觀眾大家好 又是我小編 漢小龍 上次跟大家說過康城的新盤 Park Season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今次跟大家說回何文田的朗言鋒 上星期出了價單之後 已經收到超過4500個認購登記 逐逐超額了16倍 大家可能就會說 每個都說樓價跌不買樓 現在每個新樓盤都超額認購 究竟搞什麼 難道香港真的那麼多有錢人 有錢沒有訂購 講真那句 你有一張身份證 開張票其實就可以去登記認購 有沒有人拆數據呢 我真的不敢說 不過看最近的新盤成交 喂 很多塔定盤 所以在講到我研風前 也跟大家說一說市 今年第一季新盤塔定的中數有159宗 重災區就在黃竹坑 港島南岸二期的陽海就有38單 而南岸一期進環就有18單 所以各位不要單單只看超矮認購 我以為市正向好 就說打算入市投資 不過沒辦法 鬼叫成那個炸的核彈到黃竹坑嗎 你想想 當時二一年八月 陽海截實軍價賣29547元 今年Blue Cross的截實軍價 只賣21968元 足足便宜了25% 陽海的價錢真的好難站得穩 所以很多天都塔定 不說這麼遠就說回剛剛星期說的 Park Season 都已經有兩單的塔定出現了 所以如果大家打算買樓投資的 就是想清楚 自主都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我想這麼多新盤推出 其實都是想趁著五一黃金周之前 可以吸引內地客賺筆的 所以大家看路了 說回何文田的盤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因為一個地鐵站上蓋項目 這個就是真正的交通方便 比康城的盤其實真的方便很多 尤其是現在這邊有屯馬線 不論你過海還是入元朗 這些這麼遠的地方 都非常快捷 另外一大賣點當然就是34校網 歸為傳統名校校網 有很多人以前為了子女 可以入到傳統名校 好像拉薩 南瑞筆這些 就不惜重金買樓或者租樓 都為了要住34校網 以往九龍堂可能太貴 而且買盤 中盤都不算很多 九龍城又嫌他有點舊 亦都有點雜 何文田就剛剛補了 今輪有260個單位 首批發售 平均的折實軍價是22,398元 入場費由718萬起 今次還會有大手組別 可以買三至八個單位 當中一定要有一個是三房單位 對於我們這些普通市民就未必適合 但這個價格的確是很吸引的 總括而言 如果比較康城的Park Season 我個人是更加喜歡何文田的浪延峰 搭幾個站可以去到 浪坊或者K11蝦斯這些大商場 如果你想過海或者去圓天團 比較遠的地方 亦都很方便和快捷 剛巧如果你從右尖旺 中環這些地方上班 就非常適合你了 因為坐車也是十多分鐘就到了 現在赤架比同區相宜很多 甚至乎有人說 是重返百年前的赤架 但你現在用這個價錢 是享受新樓 那你自住就自然住得更加舒服 好 今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樓盤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在這邊見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